老年痴呆症是大脑细胞萎缩退化而引发的不可逆转的静置性疾病。 老年痴呆是一种大脑退行性功能失调症,脑部病理变化为密散性脑萎缩。 由于脑神经细胞的大量死亡,造成认知力消失,判断力削弱,方向感迷失,执行功能退化,语言混乱不清,乃至人格发生改变。 不良饮食习惯,如暴饮暴食,吃酒抽烟,长期油腻吸腊饮食,以及维生素C,维生素B1-2,液酸,新等营养物质的长期缺乏,会使老年痴呆症的发病率更高。 其次,据研究发现,某些微量元素,如铝、铜等,若长期沉浸于脑内,也是有发老年痴呆症的重要因素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我国,不少患者都患有脑动脉硬化、脑血栓、高血压、糖尿病、便宜痘、慢性疾病。 这些疾病对脑部的攻险产生较大影响,若长期攻血不足,也及抑制病。 聪明的大脑是吃出来的一人痴呆,全家不明,老年痴呆是最可怕的。 要脑部如食部,大脑是人生存和从事各种活动的指挥中枢。 它对营养的贫与负,偏与全军极其敏感。 聪明的大脑是吃出来的。 蛋白质,每天保证饮食中也有百分之十四的蛋白质。 维生素E,每日补充400800IU,有助于预防,推迟老人痴呆症。 矿物质,钙,骨,铜,铮,铁,铁,木等元素,若出现平衡失调,可保持体内脂肋,糖类,色素等代谢,紊乱,又发老年痴呆症。 注意保持这些微量元素的平衡,对防止老年痴呆症具有重要意义。 安排5D3天两高饮食,保证食物多样化,已经患有痴呆症的老年朋友,补充哪些营养可以延缓病情呢? 老年痴呆症患者,必须严格注意饮食的调节,采取5D3天两高的饮食,即低热能,低脂肪,低胆固醇,低糖,低盐,高蛋白质,高维生素饮食。 两高,一,高优质蛋白饮食,蛋白质是大脑从事复杂的智力活动的基本物质,摄入足够的赖氨基酸,量氨酸,预量氨酸,色氨酸可促进肾腺素传递活跃。 极高机翼和思维,增强大脑皮层兴奋的抑制的调节功能,大豆蛋白是甲介物美的优质蛋白,老年人可多吃大豆及大豆制品。 二,高维生素饮食,补足两种维生素,维生素E,维生素F是天然的抗氧化,抗衰老保护剂,多吃香瓜,脱豆腐,腐竹,大白菜,萝卜,西红柿,黑木耳,柑橘,苹果,姜椒,西瓜等,用玉米油,花生油,芝麻油等植物油烹饪,可延化衰老。 三,多食高磷脂食物,大脑中最多的这类是卵磷脂,它构成并维维护细胞膜的完整性,多食含卵磷脂丰富的食物,使人精力充沛,思维活跃,提高工作学习效率。 酷刺人脑的核桃人,一直是传统的肩脑移植食品,花生米,松子仁,葵花子,芝麻等等,也是不错的防吃呆食品。 添加三种矿物质,该可以调节神经地质的释放和神经元细胞膜的兴奋性,促使大脑持续工作。 其,铁与脑发育及脑功能密切相关,缺心使神经传递速度减慢,反应迟钝,缺铁影响成人脑功能,因此要特别注意补充,老年人饮食补盖,收选牛奶,大豆及其制品,饮食补铁,收选吃动物血,动物血既含丰富的易吸收的铁,又可以清除血管垃圾。 五滴,一,滴热脑,控制脂肪,糖内摄入量,少量多餐,二,滴脂肪,微制肥肉,动物油,蛋糕等,三,滴胆固醇,铁制鱼子,动物内脏,蛋黄,贝类等,四,滴糖,控制单糖,双糖的摄发,避免各种甜食。 五滴,滴热,每天是颜色入量,应在六克以下,预防老年痴呆症注意三线两剂老年痴呆症患者的日常上时,应三线两剂。 线炎,炎多了加剧脑动脉硬化,线糖,糖是脑活力的能源,但并非多多益善,线脂肪,脂肪过多加速老化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